范冰冰糖妹范朵朵进军娱乐圈农装配大红唇气场全开,成为下一个范爷之日可待。 最近范冰冰拍摄了视频,与网友分享自己的护肤心得。 此举被观众认为是在为众心腹出事水,不过观众似乎并不买账。 曾经事业如日中天的范冰冰,前段时间因为偷税漏税臭闻,遭遇了滑铁炉,事业受到严重打击,工作也几乎全部停止。 虽然如此,但是范冰冰的弟弟范诚诚却利用姐姐的资源,成功出到机身流量明星的行列。 最近范冰冰冰的唐妹范朵朵也被网友爆出,将要进军娱乐圈。 早在之前,范冰冰就曾发布过唐妹范朵朵的照片。 范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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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� 范朵朵是标准的时候,现在才九岁,虽然年纪不大,但是如今的范朵朵已经出现成熟,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丝毫不会怯场,俨然一个小大人 和他一般大的孩子应该在校园里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,而范朵朵已经开始接触新的世界了 在范朵朵拍摄的写真集中,气场也开始出现端倪 身穿白色西装的范朵朵梳着大片分,一头乌黑的长发现得他气场十足,而猎院红唇和眼线也给他增加了成熟的色彩,让人不敢相信这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即使是把头发扎起来,范朵朵的气场也丝毫不输,歪头微微一笑,镜头感十足 笑起来的时候也完全不腼腆羞涩,看起来自信大方 现在的范朵朵朵,多了一分大人的成熟老练,少了一分孩子的胆怯稚嫩 这种从容,淡定是很多刚进入演艺圈的新人都做不到的 因为范朵朵的唐姐是鼎鼎有名的范冰冰 所以他有比其他童星更好的资源,起点比其他人更高,成名也会更早 童星的片酬是很多的,前段时间因为童谋妞妞被妈妈打,童星童谋的收入和现状也随之曝光 因为市场的需要,这些童星童谋一年赚百万不是问题 对于范朵朵即将进军演艺圈的事情,有很多的观众是并不看好的 他们认为现在范朵朵只是一个孩子,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学习,而不是赚钱的工具,不需要过多的进行商业性质的活动 而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,范朵朵长相艳丽,家之亲人都是演艺圈的人,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人 如果好好进行引导,不要误入歧途,很有可能成为比唐姐更厉害的翻页 发声 이� Сегодня是电影视频 更加级维多的转型 发声盘